字幕提供 今天要介紹一些好東西 這次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次是 這次是 Micro Tech的 一支筆 這支筆 這支筆 是 這支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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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分為 兩個系列 一邊是 Under Microtek 價錢又不太貴 另一邊是 直斜 Mafion Custom 那些比較貴 如果有普通的款式來說 可能 貴約 100元到一支 但是你的喜好 因為它Custom 那邊的款式比較多 即它筆上的 硬件 可能會有不同的材料 即是銅 它是 Titanium 而這支 Microtek 這支是整支 都是不受講座的 而你看到 它上面這個手頭彈 這樣的 它這個是 一個Monkey Edge的 特別版 這支筆 很多 即是外國的 EDC 的一些發燒油 都會帶的 即是它的 mechanism 是挺有趣的 你看到它有一個 Lever 其實是 你按下去 它會突出一支筆 這支是二代 這支是 它這支叫Siphon 有一代二代 這支是二代 一代是沒有這個Clip 它純粹是 用這個Lever 來做Clip 那二代就加了這個Clip 你說過使用上 都 有趣的 因為它這個不是像 平時的筆 是這個我自己用的 平時的筆 它只是突出 即是突出筆心 那它這個 就是連筆頭 那部分都縮了它 你可以看到 它躲在裡面 所以形成你看到 那個筆頭 這個 很大 有很大的一個洞 而且這個是很粗 就是不會來的 平時的筆 那這裡都很沾 這個很粗 好像 整個 整個炮 那 加上這個 有這個 這個 這個Lever的設計 你看到 這裡 它是靠這支 這樣按 按在這裡 那 也有 它獨特的 這些 螺絲頭的 裝飾 你看到那些 螺絲全部都是 那 如果你要扭這個 螺絲 是要一個特別的 才能扭到的 所以這個 這個 唯一是比較少少 不方便 如果你想自己營養 的話 那 以我所知 淘寶是 淘寶是有很多 很多這個 這個 那個 那個 可以買的 還有一些代用品 那 它開放不方便 開你 我試過可以 手是可以按下去 其實這裡 其實只按這裡 都可以按下去 按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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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沒有寫 我沒有寫過 我只拿著 就這樣 拿過 它 因為它 也不輕的 它很厚 的 一手 不守 那 所以你拿下 都有一些 重量最遠 那 就是 不會太過 輕 就是不會太 因為有些人 可能會喜歡用輕的筆 但是我自己也不喜歡 就是太輕 好像很 那 那 重重地 有些 重量最遠 都不錯 那 但是 當然 你選擇這支筆 當然 你選擇這支筆 你當然喜歡的 設計很特別 就是你拿出來 哇 你走街 你在香港 拿出來 簽一下卡 那 我沒有什麼人會見過 我只知道這支筆 沒有什麼人會見過 我只知道這支筆 沒有什麼人會見過 所以都相當特別 那 如果大家喜歡 都可以 做這支 玩 不錯 麥可 聽的 一支 Tactical Pen 就是它說是Tactical Pen 都可以的 就是這樣拿著 都可以的 但是我自己喜歡這個 因為 一路長一點 兩邊 但是這個 這個也符合我喜歡的Tactical Pen 就是一體吃 就是不會 多了一個 筆蓋 要開開山山 要扭 要吃 一支 多方便 好 那今天 這個介紹 這個 Microtec 這支 Siphon 2 的介紹 到此為止 拜拜